咱们现在呢 把主要的功能都做完了 最后还有一步 就要做这个页面跳转了 咱们刚才的一直测试 都是通过这个 从地楼直接传参数的方式 是吧 那咱们最终要做的 实现的这个效果是什么呢 最终实现的 是不是从页面上去跳转 也就是说 咱们不是之前做了一个页面页面吗 还记得吧 从这儿去跳 从这儿 这边有个修改按钮了 点这个修改按钮 去跳的那个页面去显示 能力吧 要这么玩啊 点这个修改 跳到那个页面上 那这样一来怎么做的呢 咱们现在就打开这个页面啊 打开这个固子这个页面 固子 找到那个修改的那个链接 是在这儿吧 这个修改链接 是不是它是一个按钮啊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按钮 改成链接就行了 比如说 我现在改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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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我现在 写要修改啊 那可能说 那那那链接和修改的按钮能一样吗 能一样 你把样式加进来就行了 OK吧 你把这个样式加进来 我把这个原来那个 button一干掉啊 你看它是不是一模一样 刷一下 你能看出这是一个链接吗 看不出来吧 但实际上它确实是一个链接 能对吧 样式都一样 所以说表现形式也不一样啊 看起来就像按钮一样 然后接下来 咱们现在这有链接的话 是不是好说了 直接怎么着 写那个地址就行了吗 叫链字杠edit.html 警号 警号问号id 那那边 必须是警号问号id啊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表达式endity.id 那那边 这样来把这个表达式放这 它是不是就自动就有了 来保存一下 看看能不能出来啊 咱们随便打开一个啊 咱们还是打这个7960那个啊 修改 跳过来了吧 跳过来了 那它既然能跳过来 我是不是也能跳过去 这里是不是有反过列表 我先点这个反过列表 让它再跳过来 那得吧 让它能来后跳 因为它是不同的页面 那我们现在呢 就找到这个固子 editor这个页面 这个是不是有反过列表 其实这个也可以改成链接的 看什么 你也可以改成链接 改成链接和它原来的形式 是一模一样啊 你只要把样式拿过来就行了 看什么 把样式拿过来之后呢 接下来 这里是HREF 咱们有什么呢 固子点HMR OK吧 把这个一加 然后咱们现在看 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咱们现在再反过来 你看这里形式是不是和原来一样 是不是一样的 然后点击反过列表 是反过来了 这回就跳过来了 看到了吧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页面跳着 很简单 没什么东西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要求 就是我在这里 比如我点修改 我点保存 我要求怎么办 这个地方让它自动在跳到这个 这个这个肚子叶 就是这个列表叶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改啊 其实也就是什么呢 这个NL的可以保存下 可以保留下来啊 这两个时候没必要了 因为它都跳过 跳上去了 你这两句话还有必要去执行一样吗 没有了 然后怎么办呢 Lowkey 是点HRM 注意这是用的原生的啊 和它那个服务没关系啊 这是原生GIS的这个一个跳转 叫Location.hrm 等于什么呢 Goose.hrm 所以这样一来它就跳转啊 好 我们现在保存一下 保存之后呢 咱们现在呢 再清一下缓存啊 清除一下缓存 然后咱们现在再重新进入 迁度 123456 登陆 然后呢 找到这个商品列表 看着没有 然后咱们还是修改这一条记录啊 修改这个记录之后呢 咱们现在呢 再加个表情 再加个表情啊 然后咱们现在点保存 保存成功了吧 确定跳回来了吧 就这效果 OK吧 这个东西其实挺简单的啊 你说新建是吧 新建也容易啊 你要点新建的话 也是跳到那个页面就行了嘛 对吧 你现在我把新建顺带给大家做了啊 想找那个新建按钮啊 新建按钮在上面呢吧 不是 这这儿啊 这个一面 这不是这个新建吗 然后你接着怎么办 你把它变成一个链接就行了吗 对吧 变成链接 和它这个样式一样的 那里吧 然后呢 这是新建 新建 然后呢 这个是 hrf 等于 固子 edit点 hrf 不穿餐 不就行了吗 那里吧 这时候我们把它干掉啊 好 把它干掉之后呢 咱们现在看一下是不是变过来了啊 呃 刷信一下啊 是这个吧 这不进去了吗 那里吧 这不就ok了吗 反过来 这样式和原来也不是一样的吗 看病了吧 好 就这么玩 就这么玩啊